当地时间11月8日晚,视听中国走进欧洲作品展播活动,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正式启动。 此次活动得到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际合作司、上海市广播电视局支持, 由上海广播电视台、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主办、上海五岸传播有限公司承办、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和欧洲卫视协办, 旨在让更多欧洲观众感受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,促进中欧民心相通与文明互建, 推动中欧影视机构在节目互播和资源共享等方面的合作。 此次视听中国作品展播活动将持续一个月,在法国、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全媒体平台播出, 欧洲卫视被选定为法国展播平台。 启动仪式上,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际合作司司长严成胜,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军分别通过视频致辞。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主任蛇明远, 欧洲卫视台长陈辰分别在现场向来宾致辞。 随后,大家一同观看了《行进》中的中国第二季第四集, 主题是《中国的生态平衡》。 这部影片引起了法国观众的强烈反响, 大家踊跃发言,畅谈观影感受, 并期待在欧洲卫视上观看其他优秀影视作品。 欧洲卫视巴黎报道。